健身中醫 關心你的一股心驚訝 一股心驚訝就是 優寶 最感冒一尾 或是優寶 最感冒一尾 空白空空 空求二 空空空 哈囉大家好 我是MAD 歡迎收看電玩之夜 今天帶給大家最新的以及戰地風雲1的新的介紹影片 這集的心得和資訊包含自己的觀察和國外實況主的影片 幫大家做翻譯和整理 同時有錯過的資訊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區補充 還有順序 不是依照重要度來排名的 而是一個簡單的分類而已 第10點 資訊呈現的方式 重生的介面玩家死後會被拉回上帝視角 而不是傳統的切入另一個介面 我們可以看到即時戰場的一局一動 更幫助玩家進入戰場的氣氛 在站點時玩家的HOT會出現弧狀的顯示器 會顯示正在這個點上的敵人和友軍所佔的比例 這樣一來 站點方可以確保沒有敵人歸在地圖的角落 趁友軍佔完點後再出來把點搶回去的一個情況 自己的觀察也發現在玩家的介面分數出現的動畫和字型方面 非常相似星際大戰戰場前線 這兩款遊戲皆是DICE在瑞典的團隊Uprise所製作的作品 同樣也使用寒霜三引擎 所以我覺得多多少少有點借鏡的意味 當然這也是Pre-Alpha的畫面 不是真正的完成的作品 人物動畫方面呢 在戰地風雲3我們第一次看到人物翻過障礙物 一手撐過翻越的動作十分流暢 經過多年的訓練 我們玩家不只可以翻越簡單的障礙物 我們也可以翻過比自己高的牆面 因為實在沒有理由看到戰場上的士兵翻不過兩三公尺高的牆面 特別是迪安怪獸坦克射就在你後方純純欲動的時候 Level Cap的影片中也提到 人物可以在載具已滿的狀況站在載具的上方 不至於有太嚴重卡住的狀況 或許是這一代遊戲動畫的新的突破 也有可能是非常高端的PC的加持 相信原本設計的用意絕對不是一輛坦克車塞滿32人的小隊 影片中也可以看到玩家進入載具會有完整的動畫 從不同的角度進入會到不同的座位 也會有不同的開艙門的動畫 進入載具動畫時玩家不是無敵的狀態 依然可能被敵軍射擊 所以如果有空了載具在戰場中 或許不再是誰先搶誰先贏的一個狀況 第八點 美術風格 沒有像戰地風雲3的貼上藍色鏡片 如果你有玩過地鐵行動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或者是戰地風雲Black Op 2 不是Black Op 或者是戰地風雲Bad Company 2 有著一股朦朧朧的氣氛 戰地風雲4顏色恢復較為正常的寫實風格 戰地風雲Hotline則偏向比較不細緻的戰地風雲4的畫面風格 每一代遊戲製作團隊都會轉變美術風格的設計 戰地風雲1我覺得有偏向灰黑的鏡片 更加裝到了遊戲的畫面 但同樣擁有更好的光影設計 你可以看到槍枝上的水珠和灰塵 坦克車上的裝甲因為下雨的反光 都有很清楚的刻畫 你可能說是會場高端PC在作祟 不過看過寒霜3引擎在星際大戰戰場前線的發揮 所以依然非常令人期待 第七點 戲劇化的天氣系統 寒霜3引擎一直都是DICE最愛的寶貝 特別是在戰地風雲4的天氣系統方面 可能瞬間改變戰場的運作模式 像西沙風暴的暴風雨和阿曼灣的沙塵暴 都對狙擊手和空中載具造成一定的視覺干擾 相信在這次的實況也能夠看到 聖康坦的傷痕這張地圖有下雨或是奇大物的效果 證實這次會有一種以上的天氣變化 被隨機的放入戰場中 第六點 職業武器系統 戰地風雲1分成五種的職業 分別是擅長破壞載具和正面交鋒的突擊兵 可以使用近距離較有力的武器 能夠給敵人火力壓制的支援兵 機槍當然是最佳的伴侶 不過在當時技術還未成熟 所以有很大的後助力 照顧隊友生命值的醫療兵 可以使用中距離有優勢的武器 還有蒐集敵情和遠距離交戰的偵察兵 當然是使用最難上手的狙擊槍作為主要的武器 當然也增加了新的職業 就是坦克兵和駕駛員 很明顯的是負責駕駛路上或者是空中的載具 製作團隊想要呈現戰鬥人員 和載具為生命共同體的概念 當你進入載具後 就會拋棄你原本使用的職業 這在下一節會有詳細的說明 從國外實況主帶回來的心得提到 武器系統的平衡類似像是剪刀石頭布的遊戲機制 每個職業的武器種類非常鮮明 但同時也能互相的克制對方的強項 不會像是戰地風雲4 每個職業都有SMG和DMR可以使用 這樣一來我覺得反而會弱化 某些職業和武器搭配的一些特質 在戰場上每個人不太能夠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新的載具系統 當你選擇指定了載具後 玩家就會成為坦克兵或是飛機駕駛員的職業 優勢是你會有載具內維修的功能 雖然會限制載具的行動力和攻擊的能力在你維修的時候 當你離開自己的載具後 依然會是一個駕駛員的角色 在步兵戰場上會顯得非常的吃力 但是有趣的是當你拋棄載具的戰場中 隊友或是敵人因為不是駕駛員的職業而不能維修 所以應該不用擔心載具被搶走的問題 除非在未來有維修工具的職業出現 不然應該也不會看到兩輛載具交戰隊友 在後方幫忙維修的持久戰情形 載具的重生方面這和之前不同的是 載具不再是實體的躺在點上 而是經由玩家選擇後出現在戰場中 也是為了防止敵對搶走友軍點上的載具 還有一點是玩家在載具種類選擇方面沒有數量的限制 換句話說在額度有限的情況下 你可以選擇相同的載具 和之前的遊戲已經設定好 在基地重生的載具種類有很大的不同 同理也可以放在空中載具方面 恐怖的機械巨獸 在實況畫面和預告片中常看到的大型載具 像飛船 戰艦 裝甲火車 都是遊戲機制的一部分 這類巨獸會出現在落勢方 來幫助扭轉 節節敗退的一個情勢 在這次的實況中可以看到 玩家在飛船上對地面的敵軍投資炸彈 對空中的載具進行機槍掃射 更可以當全隊的大型重生點 玩家可以用空降的方式投入戰場 而飛船的行進方向都是玩家可以自由控制的 所以飛船的殘骸也可能掉落在地圖的任何地方 造成隨機的大型場景的破壞 戰地風雲系列除了提供64人的大型戰場以外 更重要的是戰場的寫實和時代感 這一帶的場景破壞我覺得更注重細節 你可以看到因為坦核車爆炸而在地面留下的坑洞 小智士兵衝破防門 大致整個飛船從天而降的墜毀 都能呈現戰場混亂的效果 在聲音和音效方面 製作團隊找到很多一戰槍枝實彈射擊來進行模擬 士兵的嘶吼聲會因為在載具內會有不同的回音 游戲製作團隊將原本現代北約制的無線電通訊代號 Alpha、Bravo、Charlie、Delta、Echo 改成Apples、Butter、Charlie、Duff、Edward等等的 當時無線電的溝通代號 Lost objective butter,We have taken objective apples 我也給了一位不玩遊戲的朋友看了最新的預告片 他說很高興現在的遊戲會去做功課 覺得在時代考驅上面非常的用心 最後一點 戰地風雲1未來的一些資訊 在網路上有很多的玩家在討論為什麼沒有看到法國的軍隊 DICE也在一篇法國媒體的專訪中事後證實了 因為覺得法軍在一戰有很了不起的貢獻 所以決定獨立出來一個DLC來做販售 所以基礎的遊戲確定會有六個國家 分別是英國、德國、奧匈帝國、厄圖曼土耳其、美國、意大利 個人也蠻期待會看到東線的戰場 俄羅斯帝國的DLC說不定 但第一次世界大戰實在有太多的國家和知名戰役 不可能原封不動的搬入到遊戲中 所以還要看未來DICE如何來做取捨 在戰地風雲官網上已公開的四張地圖 分別是最近實況的法國北部焦土聖康坦傷痕 法國近距離的成像戰雅綿 意大利山丘攻防戰格拉巴山 戰艦砲擊亞德里斯海盼的帝國邊緣 新的模式行動也在官網中公開 我覺得可能取代之前的突襲模式 攻擊方想辦法站下指定的據點 防守方如果潰敗會在另一個地圖來做集結 準備攻擊方的下一波襲擊 我覺得符合壕溝戰的僵持局面 當然更多的心得還要等到這個模式正式推出 我們才能知曉 最後也可以加入Battlefield Insider 得知更多的訊息 也能搶先體驗夏季末的公開測試 連結也會在影片下方 戰地風雲1正式上市日期 是在10月21日在PC、Xbox One、PS4平台上做推出 今天的介紹影片就先到這邊 歡迎在下方留下自己的心得和我討論 也別忘記留下喜歡或分享此影片 不想錯過更多有關戰地風雲1的最新消息的話 也可以來訂閱電玩之夜 聲音畫面帶來到這邊 掰掰